你继续昨天的内容 应该是讲到IP协议吧 那IP协议里面呢我们要知道IP的地址 关于IP地址的一些东西内容 有类有类 然后有类的话呢A类B类C类对吧 然后无类的话呢我们怎么去算 怎么算 然后我特别有很多种题目 就是问你如果要分几个什么 如果在原来给你一个网络地址 然后有我们公司对吧 要分几个子网 问你怎么去分每一个子网范围是多少 主机地址多少 对吧广播地址多少等等 这些要会啊要回答 我们关于IP的内容呢 我们这个签到就在这里吧 我们继续来看ARP协议啊 ARP协议叫地址解析协议 它是根据我们的IP地址呢 获取Mac地址的一个网络层协议 然后它的工作原理呢如下 那ARP呢首先 昨天抓过包吗 自己那个软件抓了吗 ARP呢首先有一个ARP的请求对呗 ARP Request 然后这个请求里面呢包含这个主机的 叫发送者的IP 发送者的Mac 目标的什么 IP和目标的Mac对呗 然后把这个数据呢封装在 把这个数据呢放在什么 加上链路层的头部把它封装成 以太网数据帧对吧 这个应该叫什么 帧不是包啊包是IP层网络层里面的概念 这里有一些错误 数据帧 然后再和什么 然后并且什么 有以太网广播呢 给子网内的所有的主机 那每一台主机收到这个数据包之后呢 取出这个ARP头部里面的什么目标 他给IP地址呗 来检查一下是不是和我本地的地址 匹不匹配 如果匹配我是不是响应 如果不匹配我就什么 丢弃 如果不同是不是丢弃数据包 ARP接收返回信息 以此确认了目标主机的Mac地址 同时呢ARP还会将 返回的Mac地址与对应的主机保存到 本机的什么ARP缓存里面 为什么要保存 保存的作用是什么 用来让我们下一次请求的时候 对直接什么 直接封装就不需要再经过ARP的过程了 Windows下面我们可以通过ARP-A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我们这些讲过 现在知道他是怎么 就是说ARP表是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路由协议 接下来看一下路由协议 通过ARP协议的工作 工作原理呢我们可以发现ARP的Mac 寻止呢 还是局限在一个同一个子网中 就同同一个什么网络中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Mac地址来寻止 但是说光有Mac没有IP可不可以 或者光有IP没有Mac行不行呢 这是我们网络什么网络里面呢 比较经典的两个问题 对不对一个是哎 既然有了Mac地址 为什么还需要有IP地址呢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是什么 有了IP地址 那为什么还要有Mac地址呢 本来我跟你通信 我不是通过IP地址来进行通信的吗 为什么还要用Mac呢 对不对 用Mac地址呢 那我们讲 同一个什么子网的话呢 是不是还是要通过什么二层寻止的 对不对 通过Mac地址来寻止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什么跨网络的通信的话 就得需要引入路由协议 路由协议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IP协议来判断 就是有IP没有Mac或者有Mac没有IP 会对这个世界对网络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对不对 如果就是我们首先会根据IP协议呢 判断两台主机的IP地址是否在同一个子网 好 那比如说我 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10.0点多少网段呢 10对不对 或者还是30来着10吧 我记得 10.0.10网段 然后研码也是24位的 就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的获取到的地址 应该是一样的吧 10 可以ifconfig 然后过滤一下 你们的windows的话就IPconfig去看 10.0.10.30 然后这个地址 我怎么看它在哪个网端呢 这只是一个IP地址吧 那我们还是要结合什么研码 好 我这里的研码 它显示成这种16进制的格式 是这样读起来的话 应该是255.255.255.0吧 一样的效果对不对 ff就是什么 全为1嘛 八个1是25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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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它说明什么 它是多少位的研码 24位的研码对不对 24位研码是不是前面是网络位 后面是主机位 所以后面的什么.4.5 就是1到254这个范围里面 所有的什么主机 是不是都和我在同一个指网 这个我们应该能够什么 识别对不对 这个应该至少你得清楚吧 虽然虽然复杂的你还需要去算 但是这个其实一看就看得出来了吧 就不需要去算对吧 因为它不是这种什么25位的26位的研码 还有我们还要对吧 如果你不熟练的话得算一遍才知道你在哪个时候 这个话不用算 因为三个25那就是前面的什么 三个三段对不对 前面说那就是24个比特吗 然后前面是网络位 后面是哪主机位 那主机位最小是全为0 最大是全为1 所以它的范围是0到25 然后0是网络地址 第一个是网络地址 最后一个是广播地址 所以去掉第一个和去掉最后一个 那就是我们主机能用的地址呢 就是1到54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路由器 它的地址都是1.1 比如说你家里面路由器 都是什么19681.1对不对 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很多厂商就不喜欢用1.1了 因为容易冲突 比如说你路由器后面再接了一个路由器 是不是它的地址都是1.1 那这个时候就有冲突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得首先判断吗 是否在同一个子网 如果在同一个子网呢 就通过ARPA的协议来查询 对应的mac地址 然后以广播的形式呢 向这个子网 主机呢发送了数据包 那想想 你说我们现在就处在同一个网络吗 对不对 那我们 我们现在用的是无线网卡 是不是的 无线网卡连起来的 那如果我们用有线的话是怎么接的 我们中间摆一个交换机对吧 我们每个人拉一个网线 拉到交换机上面去 然后我这里如果发一个ARP广播的话 是不是你们都收得到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我们要做ARP请求的话呢 这个ARP广播呢 就会什么 向这个子网内的所有的主机去发送 那如果不在同一个子网呢 注意这句话 如果不在同一个子网 一太网呢 就会将数据包能转发给 本网关内的 本本子网内的网关来进入 那你是不是意味着 网关 首先ARP什么 我们的ARP 相应网关会回应给我 对不对 不然我怎么给他呢 对不对 我不能直接给他吧 因为我们包的封装 是不是要有什么 原IP 目的IP 原麦克 对不对 你目的IP是别人 但是你的目的麦克得是网关 知道吗 对吧 因为你要交给网关吗 那我们整个什么 子网内的通信都什么 要基于麦克地址吗 对吧 我们得知道网关 那以太网 网关呢是所有什么 互联网上面 子网与子网之间的桥梁 所以网关呢会多次转发 会进行多次转发 并且将 数据包转发到什么 目标IP所在的子网中 而完成这个协议 这个路由协议的物理设备 我们叫做什么 路由器 对吧 路由器 然后在错终复杂的网络世界里面 路由器呢 扮演着重要的交通输流角色 然后它会根据信道情况 选择并且设定路由 以最佳的路径去转发这些数据包 等下给你们找一下 找一下看比如说这张图 对吧 这边是一个什么 直网对吧 右边是一个什么 左边是一个直网 右边是一个直网 左边的网段呢 是1.024位的野马 右边的网段呢 是2.0 24位的野马对吧 那他们之间想要通信的话 是不是得经过路由器 得通过路由器把它们连起来 而且他们两个 就说直网的话呢 不在同一个什么位置对吧 可能跨了省跨了市对吧 跨了区域 不在同一个地方 我不能直接拉一根网线 对吧 所以他们之间呢 是不是可能会经过其他的路由器 那这些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 我们就得什么 去交流 对吧 去协商出一条什么 用特定的语言 特定的标准去协商出一种 最优的算法去生成路由表 对吧 在本地自注意是动态的生成路由表 不是说静态的啊 什么叫动态 他会根据我们的状态 状态 对吧 链路的状态或者什么 距离的对吧 变化 而什么动态的去调整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说中间某一个什么路由器坏了 那是不是这条路不能走了呀 那我们就怎么 其他的路由器就得发现对吧 这条路断了 就得更新自己的路由表 所以这这种 就叫什么 就是这种用来生成路由表这种 协议呢 叫做动态路由协议 对吧 动态路由协议 比如说 OSPF 我们主流的OSPF 就是还有什么 RIP 对吧 但是主要是OSPF RIP其实不用 一般不用 OSPF 所以 现在运营商的 运营商的 它的这些设备 去运营商很多路由器 我们互联网 路由器是最重要的一个设备 对吧 它连接了呢 各个不同的网络 那这些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 就得跑路由协议 回过头 来继续 刚才呢 我们 这是 我们的路由协议 那IP数据包 我们的什么数据 在网络层 的话 我们是把它什么叫做 就是封装到网络层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叫做什么 数据包 对不对 叫法不同 然后在 二层的话 我们叫做什么数据帧 对不对 然后在物理层的话呢 它就是比特流 比特流 那它的结构 头部 还有什么数据 对吧 数据如果过大 会 会什么 会分 片 所以不是分段了 对吧 分段是传输层的概念 对不对 IP层 网络层的话呢 如果数据过大 要什么 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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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IP数据包呢 有头部和数据 两部分组成 头部的字段呢 长度为20个字节 它主要包含 目的IP 原IP 我们是不是看到 抓包的时候看到过 对不对 其实你自己数一下 其实就是20个字节 打开 在外下个随便找一个包 然后看它的网络层的IP协议 它的头部 就是20个字节 然后目标 IP 是网关吗 其中的目标IP 是我们的网关做路由决策的一个什么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对不对 就是我们网关怎么去转 怎么去呢 转发这个数据包 是不是要查路由表 嗯 那查路由表查什么 就是查这个路由表里面 有没有和你目的IP 在同一个网络的什么 网段吗 的路由对不对 那有的话 哎这个路由里面是不是指向呢 从哪个接口或者下一条地址啊 理论上面一个IP的总长度 一个IP包总长度呢 是6535字节 而以太网包的什么 最大长度呢 我们知道是什么 1500对不对 1500最大什么 MTU吗 这个是字节 不是字符吧 谢谢 所以如果超过了这个大小 就需要对什么 数据包 IP数据包进行分割 分割成什么 多个帧进行发送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在网络层的话 就什么叫做分片 对吧 然后到在传输的话叫 多帧分成什么 按按一帧一帧的这样去拆分 那网络层的主要的工作呢 是定义网络地址 区分网段 直网内的呢 mac 直网内呢 我们是通过mac地址来进行寻止 不同的直网呢 根据什么路由来进行寻止 对不对 根据路由 路由表 我们每个三层的设备都有一张吗 路由表 那我们的电脑是工作在几层 我们的PC 其实电脑的话对吧 首先它是不是一个网络层的设备 IP就是是不是一个三层设备 是不是一个三层设备 属不属于它是一个三层设备 我们这个什么判断依据什么 需不需要什么 根据IP地址进行转发 对不对 根据路由表来进行转发 要不要解到IP 不用 不用吗 你确定 你不用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址是给我的 目的地址是自己啊 你不解到IP 不解到网络层怎么知道你的目的地址是自己 你想想肯定要啊 怎么不要呢 你通过麦克地址 是自己就就一定接收吗 不会啊 麦克地址是自己之外 IP地址如果不是自己还是不会接收 麦克地址接收只是说明什么 你的网卡会接收 但是你的什么应用会不会接收 或者你的操作系统内核会不会接收 还得看什么 IP地址对吧 IP地址注意一下 好这是IP数据包的 我们这里没有写详细的头部的内容啊 后面会写啊 后面专单独讲IP 讲每一个去协议具体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说 嗯传输层 刚才是不是讲网络层 传输层呢 它定义了主机的身份 记 列路层定义了主机的身份 也就是我们的麦克地址 而网络层的定义了主机的什么 逻辑地址对不对 叫IP地址 明确了这个主机所在的网段 有了这两个地址之后 数据包呢 就可以从一个主机发送到另外一台主机 但是实际上 数据包呢 从一个主机 它是从某一个应用程序发出的 对不对 是有一个应用程序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的微信 对吧 你跟某一个什么 小姐姐 聊了一句微信 对不对 然后这个数据 是不是从你的什么 电脑里面产生的 然后它是不是要什么 从网卡出去 那在整个什么 整个什么 过这个过程呢 我们有一个叫法栏 叫数据包的封装过程 对吧 它会经过一个什么 数据包的封装过程 然后对方接收到之后呢 是不是也是 我们的内核呢 会最终把什么 这个数据呢 就拆分拆包之后 经过什么 我们协议战的什么 处理之后 就变成了什么 最终的数据 这个数据 是不是要交给相应的应用程序 才能够解析 比如说QQ的 比如说微信的数据 你交给什么 英雄联盟 它能够读懂吗 读不懂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主机呢 会什么 有相应的应用程序呢 去接收 那每一台主机 都可能同时 有多个应用程序 你想想我的电脑 IP地址就一个 你的电脑 IP地址就一个 那我想访问你的什么服务 访问你的A服务 访问你的B服务 那如果我们只有IP地址 我们是标识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区分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想要区分 你的什么 你的不同的应用的话 就是说用户的什么 不同的应用的话 我们就得通过什么 端口号 传输层里面有一个什么 所以有个端口号的概念 不管是TCP还是UDP 都有端口号的概念 所以我们传输层 这里 这里什么 这里是不对的 什么引入了UDP 对不对 我们引入了端口号的概念 对不对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给每一个应用 标识身份 不管是UDP还是TCP 都会什么定义端口 对不对 都会定义端口 那每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主机每一个应用程序呢 都需要指定 就是我要占用 使用这个端口 来提供服务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是 学过Linux很多服务 自己也装过一些简单的服务 那每一个服务 应用程序在启动的时候 是就会什么 占用我的什么 TCP或UDP的某一个端口 比如说endix或者什么apache 是不是占用TCP的80端口 什么ftp是不是占用21端口 TCP的21 什么s栽取占用TCP的22 对不对 那这些端口呢 都叫知名的端口 就是这是标准的端口 就是这些应用这些码 这些协议默认使用的端口 端口号 所以我们要记住它 就是这些常用的端口 我们得记住 所以传输层里面我们会通过什么 端口号来去区分上层的应用 上层就是什么 应用层 按照我们四层模型的话 是不是应用层 它上面这层是不是应用层 对吧 四层模型 有8个字节组成 主要呢包括圆端口 目的端口 然后 然后后面什么 还有数据对吧 然后它什么 有手头部和什么数据部分 就跟我们的什么 比如说我拉了一辆货车 这个货车是不是有什么 没有货的状态对吧 是不是还有有货的状态 没有货的状态 是不是头部 然后有货状态 这个货是不是就是数据啊 我们要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数据 那整个数据最大的什么 字节数呢是 六五二七 那整个数据包 它的什么长度 就是看一下 因为为什么是六五二七呢 因为它有八个字节 是不是用来什么 做头部的 就头部就占了八个字节 对不对 头部就占了八个字节 UDP协议呢比较简单 容易实现 它没有确认机制 数据包一旦发出 就无法 什么 知道对方是否收到 因此呢可靠性交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 提供网络的可靠性 啊 传输 提供 数据的什么 可靠 传输 TCB协议就诞生了 TCB协议呢叫 嗯 嗯 传输 控制协议 T是 Trans Transport 还是Transmission 啊 反正有很多个传输的单词 反正我就忘记是哪个了 对吧 好 传输控制协议 Transport嘛 嗯 是一种面向连接 注意这 它的什么特点啊 特点 首先是面向连接 面向连接 面向连接我们马上想到什么 三次握手 四次回手 对吧 然后可靠传输 可靠的就是可靠传输 那怎么来实现可靠传输呢 TCP TCP怎么实现可靠传输呢 确认机制 还有什么 重传 对不对 重传啊 确认啊 超时重传 没错啊 还有它是什么 基于自节流 基于自节流的同行操作 什么基于自节流 你想一想 我们什么 假如说我们有一辆车 我们有什么 有一有一个车队 我们这个货是不是 一箱一箱的拉过去的 对不对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 是不是拉过去的 并且不会断的 我们一份数据 对吧 可以拆开它对吧 可以分段传输 然后在什么 在对面 在什么 重组 对不对 它说会重组啊 那怎么重 为什么 能够正确的重组呢 对对就是我们 在这边是不是要把它 货物拆开 因为我这里 这这辆车放不下 这么多货物对吧 拆开之后 传到对面去之后 对面是不是会 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确认 告诉你这个货收到了 对吧给你打一个电话 说我这个货收到了 然后 然后对面 就是全部 这个货全部传完之后 对面是不是重组 重组怎么 为什么 怎么能够什么正确的重组呢 TCP的头部里面呢 有一个叫 sequence number 叫序列 序列号 对不对 seq 简称seq 序列号 那我们给每一个货打算编号吗 比如说你是1号货物 我是2号货物 然后在那边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什么 这个序号去什么 重新组合起来 对不对 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据 对不对 看一下 传输层 传输层 呃 TCP 它有确认机制 或说 简单来说 TCP就是有确认机制的UDP 但不止不仅仅只是那么简单 它发出的每一个包呢 都需要确认 如果有一个包丢失呢 就受不到确认呢 我们会什么 触发这个重传 对不对 会重新 re transmission 对吧 retry 叫重视重传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 可靠性 TCP协议呢 在UDP的技术上 建立了三次握手的机制 也就是说后中 建立了一个 呃我们什么 在传输数据之前呢 要建立连接 有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叫三次握手 也就是说在正式发数据之前呢 我们必须什么 要建立握手 建立什么 可靠的连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想一想 比如说我现在要跟你说话 但是我不知道你在不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会叫你一下 你是不是在的话 是不是回应给我 但是你是不是也要确认我在不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握手 不止 不止说我只叫你一次 你回一个 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也要回你 对吧 我也要回你 所以这才代表了吗 双方都确定对方的吗 存在 对啊 那我们才叫 这个就是三次握手 就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对吧 然后你答应之后 你在哪 你在对我说 对啊 然后我在什么 响应对不对 对 这样子 所以经过三次握手 作用呢 主机A向主机B才能够正式的发送数据 而UDP协议是面向无连接的 对吧 我们用无啊 无连接的协议 他不与对方不像TCP一样 要什么 要建立连接 而是什么 我要跟你发送数据 直接什么 直接发 不需要像TCP一样 先什么 先建立连接对不对 这个过程不需要 所以TCP能够保证数据包呢 在传输过程中呢 不被丢失 但是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你的实现起来 是不是相对过程比较复杂 所以你消耗的什么 资源更多 传输的速度呢 更慢 这个是你的传输层 然后TCP的数据包和UDP一样 也是由首部 TCP的头部和数据部分 两部分组成 唯一不同的是呢 TCP数据包呢 没有长度限制 理论上面可以什么 无限长 但是为了保证网络的效率 通常TCP长度呢 不会超过IP数据包的长度 用来确保 单个什么 TCP数据包不必再分割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超过的话 你这个IP包是不是要分片了呀 对吧 然后你这个什么 TCP是不是也要什么 TCP要做什么 要做分段对不对 总结一下 然后传输层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定义端口 标识这个端口号呢 它的作用是标识 区分不同的应用程序 对不对 应用程序 实现什么 端到端的通信 端到端通信 然后TCP协议呢 可以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 最后就是应用层 应用层 理论上讲呢 有了以上三层的支持 数据已经可以从一台主机 的应用程序传输到另外一台主机的应用程序 而此时传过来的数据是 是什么 如果应用程序 不是应用程序来处理的话 那传过来的数据呢 可能就是一些 什么字节流 对吧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人能够读得懂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数据 应用层呢 就是什么 它的 作用就是用来什么 定义 各种 数据的格式 所以应用程里面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协议 对不对 应用程协议 那常见的什么 比如说有http ftp sntp等等 其中http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后面的要花两天的时间 去讲这个东西 讲单独讲http这个协议 因为它最重要 那我们首先web工房嘛 那web对不对 这就是http 主要用于什么 bs架构之间的通信 bs架构什么 听过cs对吧 cs客户端服务端架构 bs呢是什么 browser 浏览器 browser是浏览器 就是这个东西 浏览器 chrome或者什么safari 对吧 这种浏览器 架构之间的吗 就说我们去访问什么 访问 web的站点 不是通过客户端软件对吧 而是通过什么 浏览器 浏览器 帮我们去访问这个服务器吧 web服务器 所以浏览器呢 也有一个叫法叫做什么 用户代理 user user agent user agent 用户代理 他是不是代理我们用户去的吗 访问服务 访问web服务器 所以他叫做用户代理 这个记住 来看一下这个包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http的包 上面这个是 http的response 对吧 对吧这是一个响应头部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是request header 这个信息呢是可以通过 chrome浏览器去抓到 就他有开发者模式对吧 可以去抓到在 就是说我们在访问网站过程中 所传输的什么 啊 hb的什么一些协议的信息都可以抓得到 很很很方便的看到 当然你用抓包软件也可以看到 对吧 你这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内容 比如说请求里面 啊请求里面 就是 我要不要做缓存 对不对 我们什么我们接收什么语言 我们知不支持 我们这边知不支持压缩 对不对 accept encoding吗 啊 支持哪 哪几种压缩方式对吧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保持 keep alive 保持长连接 然后我们希望 收到的什么数据是什么类型的对吧 等等 还有我们的cookie是什么对吧 cookie就是用于什么 我们的绘画保持呢 保持我们连接的绘画 继续看吧 我这个包的内容我们后面再讲 详细讲 在在专门上hdb的时候啊 加上 嗯 在请求头部里面 accept表示我们客户端期望结束 比如这里是对刚才的那张图里面的这些字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啊 比如说accept表示客户端期望接收的数据格式 啊 content type呢 是表示客户端 呃 发送的嘛 数据格式 比如说我客户端这里是发了 嗯 是不是发了一些数据给服务端 对不对 那这数据是什么格式的 我们标识出来 那服务端收到就是就是什么 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格式去分去处理啊 那一般 那有了这个规范之后啊 就我们双方呢 就浏览器 可以去读懂这些什么 我们用传输层协议传过来的hb的数据 对不对 那这些数据通过传输的协议传到什么 对方 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收到之后 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 客户端发过去的数据 ok 他是能够正常解析的 所以应用层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什么 定义数据的格式 并且什么 按照对应的格式呢去解读数据 解读数据 解读数据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协议 对吧 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什么数据格式 对不对 的定义吗 怎么去定义这个数据 第一个字节 第二一个比特 对吧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定义啊解释 啊 接下来就是数据的封装和解封装过程 这个我们讲过了对吧 你看一下 数据的封装过程 封装过程 首先是用用用户的数据 用户的数据 经过传输层的时候加上一个TCB 假如说TCB或者UDP 传输的头部啊 不一定是TCB对吧 假如说它是基于UDP的话 那加上一个UDP头部 好这个时候呢 这个什么数据 这个数据 这个叫什么 PDU叫什么 叫协议数据单元 或说协议数据单位 就是这个数据在这一层 它的单位是什么 在传输层 它的单位是什么 数据 断对不对 叫断嘛 segment 断 然后IP包 接下来呢 是把 上层的数据 在它前面呢 再加一个IP的头部 那我们PDU叫什么 叫Packet 叫做数据包 在网络程度叫数据包 这个时候 然后呢 再加一个什么 经过链路程的时候 加什么LLC的头部 或者Mac 还有什么Mac的头部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什么PDU呢 称之为什么针 在经过传输程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以太网针 然后经过链路程 是变成了什么 最近最后经过物理程度变成了 比特流啊 不是自解流啊 比特流 bit 就是数据的封装过程 那解封装呢 是不是反过来 反过来 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啊 反过来 怎么反怎么解 首先我们收到的 对方收到的 是不是就是一堆零合一啊 那我们的什么 物理程式被收到之后 收到之后 说交给链路程去解 解开什么 解开真的头部 对不对啊 以太网头部和Mac的头部啊 就LC头部和Mac头部 来看一下目的Mac 可能是不是自己 然后它的上一层协议是什么 就是在每一层的话呢 都会有对上一层协议的一个标识 比如说在链路程的话呢 会标识我上一层用的是什么 网络层协议 因为网络层协议其实不止IP 还有一个IPv4 知道吗 我们这里是IPv6的 IPv4 还有一个IPv6 对不对 所以这里二层的话就标识 哎你的什么 上一层是IPv4 IPv6 那在IP头部里面也会标识 上一层是TCP还是UDP 对不对 都会有一个标识服务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看包看得到 然后经过网络层 我们就解嘛 把这个拿掉之后对不对 那是不是 网络层是不是可以解析这个头部了 IP就是包含了IP头部 IP层头部 从网络层 处理完之后 是不是把IP头部解掉了 对吧 解掉之后就再交给传输层 那解掉传输层头部 传输层头部里面是有端口号 有原端口 目的端口 对不对 那我们的什么 呃 这数据 这个应用的数据 就会什么 根据端口号来 将我们的数据呢 交给什么 哪一个应用程序来处理吧 对不对 看哪一个端口 是哪一个应用程序监听的 那我就把你的数据交给你一个端口 对不对 比如说HDP 呃 ngins监听80端口 那而你的什么 数据的TCP头部里面 有一个目的端口是80 那我把这个上乘的数据交给谁 就交给ngins去进程 ngins这个应用程序去处理啊 只有ngins读得懂 比如说交给FTP 他看得懂吗 他看都看不懂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 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HDP的什么数据吗 应用程序的数据吗 就是这个东西 好 数据的封装和解封装 然后协议和端口号 协议号和端口号 端口号是什么概念 是传输层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用来什么 区分上层的应用的 对不对 区分上层应用 那协议号呢 是网络层的概念 是用来标识 上一层 它的传输层使用的是哪一种协议 比如说 协议号6代表什么 传输层用的是TCP 协议号17呢 代表用的是 UDP 直接抓 直接抓 包很多 不要吝啬 不吝啬 反正你是用不完的 对不对 随便打开一个包 我们打开什么 IP头部 你看 看哪里 不是这里 这里 是不是一个protocol 对不对 写一号 它的值是多少 11 对不对 11 11是不是16进 10进制的17 然后这个抓包软件帮你什么 直接帮你解析出来 它就是UDP 对不对 只要它在传的是不是 11 11是什么 换成比特流的话 是0001 不是 0001 0001 是不是这样的 11 是不是0001 0001 不是11 不是二进制的11 这个是16进制 16进制的11 ok 端口号 常见的端口号 这个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还记得吗 这些我们都讲过 有一些没有讲 这些其实不用不太需要的 比较欧日口数据库 其实也可以 因为我们去 去以后用什么nmap去扫描 对不对 扫描扫什么 其实就扫端口 主要就是扫端口 看它开了什么服务 或者它什么超系统 或者它服务版本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别扫出来一个端口 你任都不认识 一个都不认识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所以像这些常用的端口 你是不是得记下来 我之前也提醒过 对吧 你要把它记下来 你不可能临时去查 查也可以 对吧 但是这样显得你很不专业 知道吗 就这种东西都要查 对吧 这是端口 自己看吧 没什么要说的 3389 远程桌面 vindos远程桌面 443 hdbs tcp的80 注意看 这个端口前面是有传输层协议的 这个 它是和传输层协议绑定的 就和 比如说 hdb 只是公司在tcp80 因为hb协议就是什么 基于tcp的 它没有基于udp 对不对 它不会基于udp 其实hdb什么 3 版本3 其实就是基于udp的 对 基于udp 因为基于tcp的话 效率对吧 非常的低很慢 你们也感觉到了对吧 上网的时候 嗯 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协议站 tcpip协议站里面的一些协议 对吧 还有每一层的什么 一些主要协议的分析吗 谢谢大家 开转走 这里 给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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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我们 咱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